吹吊诸天 1237集 辅助功法 超过40万未成年的少男少女 得到通知之后兴奋不已 对于自己的实力自信 更是袭击而起 修行多么简单的两个字 此时却是他们的全部 唯有掌控力量 才有资格复仇 为了这100个名额 所有人都是全力以赴 北风并没有注意 而是来到小世界的中心 站在高处 看着小世界中广茅的山河 小世界还是有所欠缺 尽管灵气充沛 可这些灵气 并不是小世界自身产生的 而是依靠外力 北风看着山河大地 草木成林 诸多的史前巨兽一般的生物 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血性的厮杀 小世界之庞大 完全不比地球逊色 如此庞大的地狱 自然诞生了诸多的物种 作为小世界的主人 北风自然对于小世界中的一切事情 都是了落之掌 光是植物种类就超过了三十万 而动物呢 则是达到了数万种 尽管还是有所欠缺 但已经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了 欣欣向荣 想来当北风突破至天地境的时候 小世界中的物种将会达到圆满 而后开始进化 想要小世界自行诞生灵气 远没有这么简单 恐怕到了天地境 也不能够做到吧 北风皱眉 是否能够自行诞生灵气 是一个小世界是否真正圆满的表现 此时自己小世界中的物种 根本就没有空间之中 蕴含的灵气而发生进化 按理说 北风小世界中的灵气浓郁程度 足以让这些物种开始进化 甚至出现妖兽 但事实上却并没有 这些物种都是小世界内诞生的 应该只能够适应 小世界本身产生的灵气 北风知晓 这件事情急不来 观察办上之后 北风收回目光 这些动植物 更像是地球上几亿年前的环境下的动植物 整片小世界的景色震撼 优美无比 带着粗狂 蛮欢的气息 生机勃勃 收回了目光 北风催动原力 握住了视天刃的碎片沉思 仅仅是一块 无人催动的碎片 尽管北风已经全力出手 将原力包裹在手中 也是能够感受到 一阵阵锋芒的气息 不断向着自己的体内钻来 这块碎片之坚固 无法想象 要是普通人 能够持拿着这块碎片 也能够刺穿我的身躯 北风很感兴趣 这样一块碎片融入到黑灵剑之内 足以将黑灵剑提升 一到两个等级 只是如此坚固的材料 真的能够将其融化吗 北风感觉到头疼 催动全力 也不能够让这一块碎片 发生丝毫破碎的迹象 反而是得到北风 这一身原力的催动 让这块碎片颤抖起来 蹦射出了数百丈的刀芒 将空间划破 斩出了一条上百里的沟壑 可惜 要是这十几株军联 成长到第二阶段 倒是可以借助金莲之力 炼化这块碎片 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这样珍贵的材料 不宜世人 北风不想把这块碎片 交给宗门的锻造师来使用 只能够自己想办法 系统有什么办法 可以将这块碎片 熔炼进入黑零件吗 北风在脑海中呼唤系统 提出了疑问 丁 此碎片乃是圣兵 视天刃的碎片 想要将其熔炼 其一 锻造这柄 视天刃的刀主出手 其二 不换镜的实力 其三 天地一火 系统给出了方案 而后陷入到沉寂 拉倒吧 我要是有不灭镜的实力 还要这块碎片做什么 天地一火 有些难办呢 稀少无比 北风气得将碎片扔到一边 坐拥保山 结果却是 撬不下来保 看着都烦 北风将之抛在脑后 不再理会 这掌控力量的方式当真不凡 要是有一天 古元界中所有的人族 都破除了身上的封印 那古元界的人族 将迎来辉煌 更甚以往 古元界的所有人族 只能够依靠着激发自身的潜力 不断地挖掘潜力 以及可怕到极致的力量控制 这就是最为坚固的基础 任何一位古元界的实力 堪比千年王之人 其对力量的掌控 绝对不输于帝君境 一旦破碎封印 那么积累到极致的潜力 将在修行之中彻底的爆发化为实力 同时不断地挖掘潜力 掌握力量的过程中 也是痛苦无比的 这些人自小修行 精神力坚毅过人 三者结合在一起 足以让这些人在封印破碎之后 修行一日千里 就算是一天突破着洞虚境 甚至疯狂境 北风也不觉得惊讶 因为这是他们沉淀多年的基础 一招爆发的结果 精神力强大 坚毅 掌控力量 不逊色于帝君境 潜力挖掘到极深处 不成功才是没有道理 北风试着 用德子古元界的修行方法 来掌控全身的力量 出乎意料的顺利 以往的底蕴 在这一刻爆发出来 将这一门功法 推到了小城巅峰 不过也仅仅是这样 北风都没有想到 按照这功法中 对于力量掌控的层次而言 自己才达到小城的巅峰 大城者 阴阳变化 全身的力量如必指使 宛如手足延伸 足以爆发出双倍的力量 北风看着功法中 对于大城的描述 心动不已 仅仅是这门辅助功法 就足以造就一个顶尖的宗门 按照功法修行 开始洗练自身的原力 原力在北风的不断运转之中 开始缓缓地提升品质 浑身血肉筋骨 也是愈发地强劲 充满了爆发力 时间就在北风的修行之中过去 一天的时间扎眼而逝 而三组一脉的驻地之中 一天的考核已经结束了 超过四十万的未成年 不是每一个都能够坚持 这种修行的方法 很多人一辈子 也就是比普通人强 还有一部分人更进一步 达到媲美百年镜舞者的地步 能够在少年时期就拥有 堪称千年王实力的孩子 终归是少数 如此庞大的基数之中 在少年中 就将力量掌握到 提升着媲美地军镜 潜力开发出来 实力不弱于千年王舞者的孩子 最终不过五百 这些孩子从小就接受 堪称是地狱模式的修行 一步一步咬着牙坚持下来 这种不断地挖掘 自身潜力的过程中 一次就足以让普通人崩溃 最强的一百位少男少女 也就选了出来 其余三千名之内的人 眼中带着失落 但又隐隐地含着期待 期待着自己 也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